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将详细的解说 天元家为什么能娶三个妻子 甚至提到官方公式书里 三个妻子不为人知的过去 那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映住天元的三个妻子 楚贺、慕婿、虚魔 不仅每个都非常具有个性 他们过往的身份与行为也都非常不平凡 像是出生名门、天元的亲戚、抢婚 在鬼面之刃当中 忍者是一个随时会上命的职业 所以忍者是家为了能够传宗接代 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所以才会有一夫三妻的传统 看似他们会因为一个男人 像是宫廷剧般勾心斗角、针锋吃醋 但其实天元的妻子们相处起来 更像是真正的亲姐妹 那忍者们执行任务会穿内裤吗? 事实上只要谈到内裤 都会有不错的观看术 如果有观众觉得不舒服 在此就跟你说声抱歉啰 其实点进这部影片的说图 大家就会知道 女忍者在战斗当中 都会不小心走光 在动画当中只有仅仅那一瞬间 相信已经解开大家的疑惑 接下来就来详细解析 天元的三位妻子 首先先从第一位登场的穆婿 开始说起 事实上作者鳄鱼老师 在官方的公示书提到 穆婿其实是天元的亲戚 两人可能是为了保留忍者世家的血脉 又或者是两人是相当远房的亲戚 才因此能够结婚成为夫妻 就当穆婿伪装成游女 潜入敌本屋时 却被断待鬼察觉 囚禁离问 就当鬼杀队的一支柱抵达时 他就已经被移动到弟弟洞穴 就当一支柱救下穆婿之后 他也开始拯救被抓住的人类 穆婿的个性非常好强 总是会当其他人犹豫不决时率先行动 身体素质也是三名妻子当中最优秀的 不过也会因为太冲动的个性沉不住气而导致任务失败 就当天元帅气登场解救了在场的众人 穆婿回想起天元曾经说过 妻子们的生命比自己的还要重要 是自己生命的第一位 这让穆婿从原本忍者残酷的命运 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就当天元夸奖的妻子做得很棒 并且给予安慰的摸头沙 这也让性格坚强的木婿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说说年龄最小的虚魔 当初原本是甲中的妹妹要嫁给雨水天元 但是因为虚魔也喜欢着出生名门 拥有顶尖实力的天元 所以虚魔不断哭闹 甚至还撞破了传统的拉门 最终毛睡自荐成功嫁给了天元 简单来说就是抢婚 这次的任务潜伏于宝屋 不过他在探长抵达以前就已经失踪 胆小的他还在日记里写满想要逃走的想法 虚魔的个性胆小 不论是开心难过都会大哭 就连在战斗当中也是泪流满面 身为硬住的妻子 战斗当中不断尖叫干脑敌人 也是相当合理 他还对一支柱说 自己不擅长战斗 所以不要抱有任何的期待 这样灭自己士气的胆小行为 也经常被木婿教训 这突然让我觉得善意算是勇敢的了 最后就是三个人当中最成熟稳重的楚赫 他出生于人者界 仅次于雨水家的名门望族 专门负责潜入敌营 收集情报的工作 并且擅长战斗与使用毒素 这次的任务潜伏于荆棘屋 但因为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店里绝技花魁的真实身份 不是人类 这一刻上弦之六舵机也察觉到了 楚赫警惕的眼神 将被杀掉的楚赫 只好服毒装病离开荆棘屋 但离开前多吉送了一条腰带 作为监事并且随时杀害楚赫 最终他被天元救下后 还一心只想着没帮上任何忙 自责地向阴祖天元道歉 那接下来我将会说更多楚赫的细节 但因为动画剧情还没有演到 所以动画党的朋友还请斟酌观看 事实上女人者的实力超越一般人类 但还是无法与使用呼吸法的鬼杀队相比 所以就算楚赫遇上了鬼 也无法斩首消灭他们 那为什么三位妻子还是以命执行任务呢? 那是因为身为忍者时 因为金钱与任务 夺走了许多无冤无仇的生命 这样的罪恶感让楚赫想着 想要击倒一名上贤 因为消灭的上贤就相当于拯救上百条人命 就从此退出作战前线 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这都是为了想要替当时所杀的人赎罪 假如不做出一个了断 就没有脸继续的活着 楚赫还像其他妻子说 就算到时候不是四人齐聚 也不能有任何的怨言 原本已经中毒的楚赫 被天元要求离开极元 但负有责任感的楚赫 还是带病来到了战场 并且使用带着毒药的苦物 攻击着上贤 最令我佩服的就是 差点被杀掉的楚赫 在上贤面前依旧全力帮忙战斗 在战斗之后 楚赫、虚魔、木旭 赶紧替身受重伤的天元包扎 不过鬼的毒素依旧无法化解 就当天元要说出遗言时 虚魔还不断地哭天喊地 害怕着天元死亡 这时木旭却用石头塞进了虚魔的嘴里 天元顿时怀疑着人生 竟然在这一刻因为太吵而无法说出遗言 不过幸好毒素被迷豆子的暴血所消除 从此退出一线战场的楚赫虚魔、木旭 也依旧会帮忙鬼杀队准备食物 他们也会前往探望 与鬼作战后受伤的贪症 不过虚魔太兴奋过于大声 又再一次被木旭教训修理 在没有恶鬼的世界 天元与三个妻子 也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以及义勇 最后大家也可以留言 三个妻子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感谢观看